月经贫穷指的是贫穷导致女性无法负担生理用品费用 为了照顾女性权益和解决这个问题 卫生部第一位女部长扎丽哈就宣布 推出免费提供卫生棉措施 并会从部长办公室的厕所开始 她说虽然这是一项小举措 但是这可以带来长远的影响 扎丽哈以苏格兰为例 表示当地早有类似的政策 因此我国将会深入研究 探讨如何优化这项措施 同时为女性争取更多福利 扎丽哈今天出席卫生部成月集会后表示 她也在探讨即将提成国会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 是否需要效仿前朝政府为B40群体女性提供13万片的免费卫生棉 其实雪兰娥州政府也通过了2023年州财政预算案 拨款20万令吉为女性谋福利 包括推出省觉运动以及提供免费的卫生棉 让雪州成为第一个推行这项计划的州属 另一方面扎丽哈也提到 卫生部官员在展开执法行动时将佩戴随身摄像机 以确保执法透明保护官员的利益及安全 同时维护和提高卫生部的形象 不仅如此 她上任后也做出四项承诺 包括缩短政府医院和诊所的看诊等待时间 让设施更加现代化 还有为国人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新内阁部长出炉之后 前部长纷纷回到办公室交接事务 今天到部城交棒的卫生部前部长凯里 向卫生部新的掌舵人扎丽哈喊话 希望实施卫生摆皮书 继续推动阴草管制法案和彻底戒阴世代政策 以保障国人的健康 在宏观的层面而言 他认为当时起草的摆皮书 在国内卫生体制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没有必要易改再改 凯莉也毛遂自警说 已经做好全面的准备 协助扎利哈完成 卫生摆皮书和烟草法案的一切事项 这名前部长事后还在个人Instagram 感性发文指 有机会在卫生部服务 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荣幸 凯莉也祝福扎利哈一切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